哈囉各位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旅遊作家KING CHAN 這次我要介紹 夏季台灣虎航 延價航空台灣虎航夏季 的機票飛鋼3 飛鋼3這條路線呢其實通常都是中午11點多飛 然後回程的話是下午 當地下午的時間 OK那我大概 在虎航這邊稍微 可以查一下他真正的 等下會查一下真正的時間點給大家看 好那飛鋼3這段路線呢 夏季的機票放出來之後 是哪一個時間點他的機票會比較便宜呢 就只有一個時間點就是大概是應該說是算兩個時間點了 第一個筆記要先抄好就是 過完年後的第二個禮拜 好那2024年過完年後是 什麼時候呢 因為他大概落在 2月中旬之後 的禮拜天出發 然後呢 禮拜五或禮拜六回來 那你知道 虎航他的促銷價是 我記得好像是 1699 吧那個是尊爵的 那可是我們是一般的我們是不是虎航尊爵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話就是 會加個2000塊 就189多 那我後面會 帶給大家看說他 那個時間點但是 最便宜的不會是 最便宜的會落在3月份 好3月份 3月份的話以 目前那個 鋼山的 部分的話我稍微 大概給大家看是落在 我們 稍等我一下喔 大概落在 3月 這有一點太前 Kin哥有 截錄下來 他的OK 3月10號 也是要3月初 到3月中 剛剛有講過了 尊爵是1699元起 對不對 未稅喔 那如果說是一般的話是1899元起 他的 他的 便宜票價會在3月初到3月中 中多少呢大概 大概 17到20號因為 每年的那個不一樣我這個是以2024年的部分 來說明 那你說Kin哥那其他季節難道沒有便宜的放出來嗎 通常你知道 2月3月是賞 梅花 可是很奇怪台灣人不愛去賞梅喜歡賞櫻 你只要差不多到3月中之後 他會慢慢會變貴因為櫻花季快到了所以會越來越貴 好所以 剛刪 兩個便宜的時間點筆記做好了嗎 就是第1個就是 2月的過完年後第2個禮拜 禮拜天出發或禮拜一出發 然後再來就是 回來的話就是禮拜六 或禮拜五回來通常是禮拜六放票比較低 稍微知道一下那3月份剛才Kin哥講了 3月初可能 還不見得 放 很便宜像我這邊得到的資訊就是 3月10號 到 3月15號都是 來回都是1899未稅喔 等一下證明給你看 那我們到後面就來開始來看他們的 官網票價是怎麼賣囉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飛鋼3的便宜票價 飛鋼3 一般會員1899元起 有沒有1899元 剛剛Kin哥有講到 什麼時間點筆比較便宜呢 第一個就是 過完年後第2個禮拜 那我們先來看3月中旬 這個時候3月10號 3月10號是記得好像是禮拜 天的樣子 對 禮拜天 那什麼時候回來 禮拜六回來 禮拜六回來的票非常便宜 你看 也是1899 這個是 12月1號 10點多進來看的 你看他勝一席就表示之前已經有賣掉幾席 那有時候勝一席你有小孩的話真的是 折磨你知道嗎 因為你只有一個可以便宜 那另外一個就便宜不到 好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真的是有優惠但是真的放票真的是非常少 好的 好那Kin哥為什麼指這個畫面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他 3月25號為什麼會講到3月25號然後4月4號就是連續假期第一天回來 為什麼會 發現這個找鳥 這個放這個票會值得大家注意的 好3月25號 出發的話 大概價是3499未稅 那4月4號連續假期第一天回來3899很便宜 那這樣子 通常我們在這個區間 4月初這個區間的話 你還有機會可以看到櫻花Sakura櫻花 所以你這個 抱歉 1萬塊 左右的價錢 可以接受吧 有沒有 就是刷卡完算可以接受 那不過犧牲的話就要請好多天假 我記得要請 請七八天的假 這個是稍微放給大家看的 訊息 好來我再來講我 剛剛有跟大家說的就是過年後第2個禮拜 2月18號好像是禮拜天吧 2月18 喔 2月18 18抱歉了 2月 這3月的抱歉 2月18禮拜天沒錯 那就是 24號 是 禮拜 6 然後25號禮拜天回來 3 8 9 9 這個時間點是可以買的喔 禮拜天出發 禮拜天回來 所以你看這邊 加起來應該也是大概1萬出頭吧 還手續費加一加 將近 對 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可以供大家參考 這個時間點去可以賞梅花 但是 但是問題很多 像很多台灣人 香港人都覺得對梅花 因為其實日本人很喜歡賞梅花 可是台灣還好 所以 你這個機票交架出去的話 Tim哥有講到了 這個時間點出去是還OK 你看像其他時間點就4000了 有沒有 慢慢往上 揚 所以飛鋼山這一點喔很難 很難像剛剛之前我 早期 介紹沖繩的那個時間點 優惠票價的區間比較多 鋼山比較困難 好那我們來看你看雖然 有開放優惠你看 櫻花季絕對不會開放 優惠 機票 1899 是不可能的 你看到沒有 接近櫻花季的時候你看單日 未稅就會破萬了有沒有 回來 你看7號回來8號都是破萬喔 所以 不要想想像說 他找鳥就會有什麼1899 讓你賞櫻花 這個是 不可能做夢的 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關心暑假帶小朋友去玩 飛鋼山 7月14禮拜天 你看禮拜一跟禮拜天票價 禮拜二票價都是6599 那禮拜天 回來呢 禮拜六回來你看他 去給你很貴回來就便宜 可是 這樣加一加就是破萬 當他這個賣掉 不好意思 33599 甚至這區去賣完他就會 更向錢 7 8月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機票還是會破萬 暑假8月份值得期待 8月11禮拜天出發 3099 禮拜六回來3099 有沒有 這個時間點以暑假來講這個票價是便宜的 剩兩個剩一個 但是你可以再去其他的 再下一個星期可以看一看 還可以再找一找 可能說不定有這樣的票價 禮拜天 禮拜六 禮拜六回來 那你選擇禮拜天回來會再多個 400塊 所以我們就加一加應該是 加1000 加1000 應該不會破萬 加海手續費 可能 差不多9000多 9000出頭 所以8月份現在搶票 但是 做爸媽就在請一到五的假 請五天 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公參考一下 在9月暑假過後 一樣禮拜天出發 4999 然後禮拜天回來2799 那你如果是禮拜一或是禮拜六回來 變得比較貴 所以這樣子 也是 禮拜天出發跟禮拜天回來 其實這組 這個 區間的組合 是 適合 你可以選擇的 但剩三席剩兩席 所以找鳥買的人要把握住了 我們再看10月份 10月份就會比暑假便宜一點 10月13日禮拜天出發 3499 10月20日禮拜天回來 3099 大家有沒有讀者有沒有發現到Kin哥為什麼都選這個區間 因為 他的週期性就是禮拜天出發跟禮拜天回來 都會比較便宜 有沒有發現到這個 訣竅 我就講是訣竅 但是你看他放票都說只剩幾席 所以我們在找鳥的時候 說真的也可以找到比較 可以 相對接受的價錢 可能就是9000多塊上下區間 所以跟大家稍微簡單參考一下 台灣黃飛鋼三線的這個大部分的 價錢 好 那我 Kin哥這時候針對 台灣五航飛鋼三 夏季的 機票做一個 總結 鋼三這條路線的話就是 中午11點多飛 然後 回來是下午的 三四點的時候飛吧 看一下 鋼三的話 中午11點半 到日本時間下午三點 那 那如果是回來的話就是下午 將近四點的時候飛到台 到台灣的話是 5點40分 所以這個 搬機的時間點的話就是 5去 5回 算晚回啦 那但是 以 這種機票的價錢來講 剛剛來講 現在機票貴的話 我是覺得是說 只要是在 9000塊以內 是OK的啦 但是9000多也還是可以接受 破萬的話就稍微考慮一下 我覺得 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飛鋼三你總比飛大阪好吧 對不對 大阪比這還貴 下次我再分享大阪 所以 剛剛你就會發現說 你能去的時間點第一個就是 3月中左右 特別 但3月中也算是冬季 機票啊 那你說過年也是 算冬季機票啊 那你會發現夏季機票好像就是沒有 沒有像那個 那個過完年後第二個禮拜跟 3月 差不多 中旬左右的機票便宜 你會覺得很 很奇怪 但是夏季機票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你可以買到8000多至9000多就OK了 就是含稅 我講的是含都已經含了稅手續費了 所以放票就是天氣越 溫暖越熱 有花季 有櫻花季 還有什麼紫陽花季 還有什麼其他花季 都會比較高 反正你會覺得很好笑 1月到3月之間的沒花季 就比較便宜 哈哈哈哈 那就是這樣子啦 那個人就是 人對氣候 當然 你就會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你飛歐洲線是不是冬季 很冷的時候很便宜 對不對 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就針對 台灣黃飛鋼山的一些機票的 邏輯概念分享給大家 那現在我們在搶票的時候你真的要便宜 那就是 往二 就是未來過年第2個禮拜跟3月這個方向前進就對了 說不定還可以有個插邊球還可以 剛剛我我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的一個提示還可以還可以說不定還可以賞到櫻花 好那我就分享到這裡了希望大家在購買機票及旅遊規劃的時候能夠順心 愉快 好那跟 各位讀者再會啦拜拜